今天我要代替Aiba講一些富的事情 哪一套 講富的事情當然是全班男子 這套是連女生也沒有 我想問 幼馬對富應該是半專家 不要講正 別提 有一個慶重一點富比我更多 但是富的劇情是否一定沒有女生 你錯了 沒有女生是富 褲不一定有無女生的 當然,這個褲其實是眼鏡布的布 當然,這個很搞笑 用福審院正江市這個舞台來製造 但正江市是有些跟眼鏡有淵源 原來是日本大的眼鏡生產地 所以用了這個地方來製造藍本 當然,這間學校有一個叫做眼鏡布 有五個布袁 有幾個是英俊 當然有些是英俊 當然,主角是上馬鏡 他是一個叫做見戲的人 然後光熙是一年生 另外一個是准人 因為牧全准人說 他以前是古人第一個 一個是從外國引入眼鏡的祖先的後代 所以叫他進去 另外一個叫做三窩 一個叫做阿托摩 一個是毛口的英俊 一個是電圈頭髮的英俊 有些阿哥 為什麼每個人都要這麼碎氣 我想問是否是負的 劇情一定要這麼碎氣 你錯了,但是眼鏡的必須是公 當然是稅不稅 一個是公 我都是阿公 所以你畫這個褲 我真的不知道 哦 那當然,整套東西 大家如果有看 都知道那些作畫很搞笑 因為除了這幾個 還有那個先生 還有一些主要的劇情長 那些路人是畫得很噁心的 怎麼噁心的 如果平時那些路人 大家現在是畫白色一個公仔 一個圓圈頭 圓圈頭也算 但是它是畫得不像人形的 是好像紙張 好像剛才說 有一張紙 有一張紙 那些人是飄來飄去的 而那個是好像平板的紙 這個世界色神 真是無處不在 當然 他們這五個人的眼鏡部 其實不是純粹研究眼鏡 是因為他們是為了想 製作一個叫 Suge-Suge的眼鏡 那是什麼呢 猜個架實算了 你們真是 他們想製作一個眼鏡 就是透視眼鏡 大家知道什麼事 純粹 被運動的A夢 搞多了 就是純粹透視眼 結果搞三十幾副都不成功 正常 都沒有搞成功 所以一戴上就會看到一些 就是裡面的東西 當然 其實劇情都頗無聊 特別是一些 頭兩集 都是說一些 怎樣去研究 為了去視力檢查 大家要去買一些 複的東西 例如 為何要隨衣奔跑 為了增加 減少風速 去試這件事 其實是極無聊的 隨衣奔一定不會讓你減少風速 我是看你的姿勢 當然 第一集 第三集 原來劇本是轉了人拍 零四只有那集 是轉了人 所以那套是特別好看的 就說 他們起了整個學校的鐘 本來以為有1至12 轉了1至11 就說每課 省5分鐘上課 結果就換了全學校的鐘 結果就非常無聊 但是發現了一副很舊的太陽眼鏡 原來就說了一段關於鬼故 也說了其中一個 發現了一個 突然去研究透視眼鏡 之後突然透視了靈體 就看到一個 原來寄縮在太陽眼鏡裡面的靈魂 原來這個靈魂也是一個靚仔 原來就是三十多年前 就因為撞車死了 但是原來和學校有點淵源 搞了一個挺感人的故事 原來父母都可以挺感人的 關事 這個是尋找幽靈的故事 但是很可奈何 只是一集 及後又回到無聊的劇情 又是介紹一下 其中幾個主角 裡面的哥哥 大家怎樣 痛愛自己的弟弟 也有些很恐怖的 感覺上有點令人起雞皮 好像很造作 對 太造作 整套戲太造作 突然後背就抱著前輩 又說很想讓前輩看到他裸體 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是不是過了火 太重口味了 遭過多見了 當然 講一講 這位監督三本倉美 原來都頗有來頭 原來今年只有23歲 就開始做監督了 在日本來說是很少可的 原來看他的紀錄 十幾歲的時候 他已經是因為受到新海城的感動 所以就去做Anime 投身這個行業 上當年可能受到手衝至在感動 漫畫家 但說出了些鬼的樣子 就不要看了 那不要緊 這位監督 原來這位監督 是開了去日本少少石仙河 是一個Indie的動畫監督 即是Indie 即是獨立動畫監督 即是獨立自己獨立製作 其實也算是新派 是自己獨立自己獨立製作 其實也算是新派 在日本來說 不是跟英社 不是跟大手 是自己一個人 自己創作 我都覺得他比較少可 現在Anime 都搞Indie的事 有問題 其實劇情可以說 說到這樣的樣子 就很難支持他 他這樣做 不知道 我只知道這麼苦 我不介意你們 英雄捉死我們 有有趣 這些獨立的事情 但不看這些故事 我可能不支持你 我不像感情上 純粹支持你 大家都會害死你 當然這個不是他的debug作 debug作之前也有 他自己也希望 在這個獨立動畫 殺出他的腦 看是捉他成功 但我覺得這套東西 真的 你要捉他成功 對 就是要捉他成功 對 聲優方面 普通 如果大家記得 其中部長的聲優 大家可能會有些印象 他的作品 都算多 如果現在還有記得一個 我都要 Idle Master的製作者 就是他 嘩 真的記得才算 對 如果大家有興趣 看日本的indie動畫 這套今季的新版 就是怎樣的 可能 我們男生可能感受不到 要有馬評價 好了 你這樣說 我是否要看呢 我不想看 下一套